好 那么接着我们继续 还有一些其他降位方法 这个你可以自己找一找了解一下 当然也没必要去了解 因为用的不多 所以我们可以当做一个扩展知识去了解 好 那我们接着来看 特征选择与主成分分析的区别 比较 其实非常简单 什么时候用特征选择 什么时候用主成分分析 应该能清楚吧 你的维度是不是超过了几百个的时候 上百个的时候 就你特征数量 是不是你就可以用这个主成分分析了 能理解吗 好 这个呢 主要就是它一个主要区别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今天就把特征工程里面的三大支点讲完了 特征的抽取 特征抽取 以及特征的预处理 还有特征的降位吧 这三种方式 也就后面我们在写很多案例的时候呢 基本上都会用到这几种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算法了 算法 当然今天只是介绍 介绍一下基本的算法有哪些 以及基本的这些算法 有哪些算法 怎么去判别的 以及机器学习开发的流程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机器学习基础 对吧 我们特征工程一般都是做在什么 机器学习算法之前吧 对吧 好 首先第一个我们讲一下开发的流程 当然这个开发流程呢 是可以翻到我们后面讲 翻后面讲 然后呢 讲算法的分类是什么 然后我们的机器模型 这个模型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吧 经常提到这个概念 那我们现在还是首先来明确这些几个概念 第一个 算法是你的这个机器学习做应用的一个核心 也就是算法没有一些好的算法的话 你肯定很多问题解决不了 这是因为现在已经有别人 对吧 已经有一些专 做这个学术方面啊 或者说其他方面去研究 这些算法已经有一些比较好的理论基础了 我们在公司里面对吧 你就可以用这样算法去解决问题 那数据和计算之基础啊 这个是肯定的 数据如果你没有的话 对吧 你怎么去学习 那计算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计算能力差 或者电脑的设备呢 比较差 也是不好 当然在我们这个前面几天还感受不到 在后面呢 我们讲深度学习的时候 会对比的啊 对比的去讲 那那个计算能力呢 是要求比较多的 好 那这是我明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三个东西都非常重要 对吧 那这个地方是大多数同学经常会问的问题 对吧 只要要找准定位 什么叫找准定位呢 很多就是说 同学就问我 对吧 到底这个算法 对吧 我要不要掌握很多这个数学原理啊 或者这个什么推斗啊 等等这些东西 对吧 那怎么办呢 我不会这些东西 能不能找这个工作 这是大家最喜欢问的问题 那其实我可以告诉你 做这一个东西的时候呢 做这种开发工程师 你呢 只是应用他的算法 对吧 你不是去发明这些算法 不是去创造这些算法的人 所以你没必要说 把这个原理 这个数学的一些推到 搞得非常清楚 对吧 怎么样才能达到一个更好的算法 那你要做的是什么呢 把你算法的原理搞清楚了 就够了 你知道它应用在什么 翻面哪些地方用的比较好 哪些地方用的不好 那至于这个算法 换了换了一百个算法 你管它呢 对吧 别人方面的一百种算法 你拿来用就行了吧 对吧 你要搞懂 它用在什么产品合适 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就是你作为一个开发工程师 要做的事情 利用库和框架解决 对吧 所以大部分复杂的模型的算法呢 基本上都是别人在做 对吧 都是一些这个算法工程师啊 这些所谓的这些硕士博士啊 对吧 这些人去做的 你呢 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算法拿过来 解决公司的问题 是不是你去做的事情吗 就像你爬手 对吧 你公司要爬东西啊 难道你要说 把这个算法要搞得多明白 才能爬东西吗 没必要 对吧 好 那这里面呢 我们这里面啊 这个有一些东西 是要说明一下 我们基本上做这个 机器学习开发的时候 等一下我会强调 这个特征工程啊 以及算法当中一些参数啊 是比较重要的 这是你在这个 做这个机器学习开发的时候 整个流程当中 你要做的事情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说啊 好 那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 其实就是几个点 要学会分析问题 你公司拿到这个问题 是怎么样的啊 然后呢 用这个相应的算法解决问题 然后啊 要掌握基本的算法的一些思想 这个算法思想是 肯定是要转握的 因为你不了解它的话 肯定是不知道用的啊 这个是有一点 然后呢 要学会用问题呢 用相应的算法解决 然后呢 用相应的库和框架去解决 对吧 这就是你的工具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先不说这个模型东西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的算法 判别依据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呢 到底有机器学习 有哪一些常用的算法 怎么去分类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数据 那么 大家都看到 这两组数据呢 看到左边有一组数据 然后呢 右边又有一组数据 对吧 那我们看到这两组数据 下面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说明 看到这两组数据 有什么区别啊 有什么区别啊 哎 左边的这个数对吧 你可以直接说这个整数对吧 这边那你可以去说一个小数 那那那对呢 这里面有什么呢 看一下下面也有说明特定范围里面的汽车数量 那以及人口数量班级数 特定范围里面的票房数长度重量 那给了这两个例子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两组数据的类型 两种不同类型 就是对应着我们的算法的一些 怎么去判别 你用什么算法 怎么判别 用哪些算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数据类型 注意了 我们分为什么 离散型数据和连续型数据 注意了 这里的数据分类 分别类型呢 不是我们编程语言当中 什么interflow的double这些东西 当然肯定很相似 但是它分类不是按interflow的doublestream 这边 这些去分辨了 而是按什么呢 离散型和连续型去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什么是离散型数据呢 由G6不同类别各地数目得到了 又成技术数据 这些数据全部都是整数 而且不能再细分不能进一步的提高它们的精确度 什么意思 什么是离散呢 就说这些数啊 都是一个一个的 相当于是数出来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11345678 你用8.5 7.5这些东西是没有意义的 对离散数据来说 你是没有意义的 你说这些都是离散数据 那什么是离散数据呢 我们这里也举例子了 比如说特定范围内的汽车数量 人口数量 班级数 能不能用这些少数去提高 比如说你人说有3.6个人 3.5个人 当然你单位如果大 3.6万个人 如果说你把单位无限去缩小的话 你最后到达的是一个个 对吧 几个人 3.6个人 没有现实的意义吧 是没有现实意义啊 对吧 所以这种数据呢 我们称之为离散型 离散型 那我们来看一下连续型数据 你说这个数据呢 我们可以在某个范围内 取正一数 那既变量的曲折 当然这里称之为变量 我们不用管啊 直团的曲折可以什么 连续型的 如长度 时间 质量等等 往往这些类型的数据 都是非整数的 含有小数部分 那我们想一下 这些数据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 无限的往下划分啊 你的长度 1.5厘米 或者1.5纳米 1.55 1.56 1.56 77 是都可以无限划分 是不是都有意义啊 是不是有意义 那所以这种数据 我们称之为连续型数据 所以我们要明确了 两个数据类型 一个是离散 一个是连续 你只要记住是什么 它的一点就是 离散型 它是区间内不可分的 连续型是区间内可以分的 也就是说我可以 无限的往下划分吧 这就是这两种类型 你始终要记住 这两种数据类型 就是我们很多算法的 一个判别 也就是说你问题的定义 是怎么定义的 好 那么我们先讲了 这两种数据类型 对吧 那接着来讲 数据类型的不同 那你机器学习算法 就用的不一样 注意了 你这里面是很重要一点 类型不同 你算法应用的 某些算法 它是有区别的 对吧 好 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 你对一个图片识别 识别出的结果 就是什么呢 你输出一个是猫 还是狗 对吧 你输出结果是猫 是狗 然后呢 你再对两篇文章 不管这两篇文章里面 是什么内容 它的输出是什么 科技体育等等等等 这些类型 对吧 你输出这样一个类型 然后比如说 我们预测这个票房数据 或者预测贷款数据 那你这个数据 是不是下个月的 票房数据的某一个值吧 这个值 那我们看一下 那这里面有什么特点 是我前面这些数据 是不是都可以说用 诶 我是猫是狗 我可以把它简化成什么 01问题吧 对啊 我可以用说 这个0 你要么是0 要么是1吧 要么是0 要么是1 对不对 那我去分文章的话 也是一样的吧 诶 我要么是0 要么是1 要么是2 要么是3 是不是 你各种各样的一个数字类型 那我们看一下 你这里面能用什么 0.0 1.0 2.0 2.1 3.1 去替代这些类别吗 不太好吧 是 所以我们对应的这种什么 对应的这种离散型的数据 就是对应的这种问题 虚惊潘呢 我们第一连续型是什么 就是类似于这种预测啊 预测你具体的一个值吧 那这种是据预测什么 具体的一个类别吧 哎 这就是我们两大啊 这就是两大重要的 这个算法的一个类别 好 那接着我们就要来讲 算法结合我们前面的数据类型啊 我们三个输出的结果就是一个离散和连续型的一个区别吧 那接着我们来讲一下机器学习算法的分类 这里呢 等一下我们会接着整个机器学习的整个流程去说 那么这个算法分类呢 就是我们啊 标红呢 就是我们后面要讲的这些算法啊 基本上都要去讲 那我们看一下 他首先把算法分成为分成什么 监督学习和非监督学习 哎 这两者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区别呢 哎 监督学习和非监督学习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主要一点就是我们想一想 上午我们讲到的这个数据的构成是什么 上午讲的数据构成是特征值加目标值 那我们说了下面给的一个注释是什么 可以在数据中没有目标值吧 是不是可以没目标值 我给了吧 那所以监督学习我们就直接说 它是有特征值 目标值 特征值 加目标值 它是有这两者都是有的 非监督学习 只有特征值 那 那这就是分为这两大种监督和非监督 那意思其实很明白 你有了这个特征值对吧 还有你的目标值 就是你目标值已经有了 对吧 他这个人这个样本 他是零还是一是不是他是男士女 是不是你已经知道这个结果了吧 这个结果当然是你的训练数据 你要训练的时候 你是不是应该要知道你的历史数据应该知道了吧 哎你要训练 哎拿到这个数据训练 然后你要预测 比如说新来了一个人 对吧 我没有目标值吧 我新来的这个人 没有目标 我给你这个数据 你是不是要预测 他是男士女 是不是 也是说我训练事情 可以是有这样一个目标值 那 有特征目标值 是不是就相当于你在训练的时候 你是不是有一个标准去对比 你知道你预测的结果准不准确 是不是 你可以跟他真实的值比较吧 是不是 那如果没有目标值 那你哪里去比较 没有没有目标值去比较 我怎么 我做的怎么样吗 那所以分析问题的方式就不一样了 那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对吧 讲到这个第三点 讲到这个算法的时候再说 没有目标值 相当于是我给你1000个样本 你就去分析吧 怎么去分析 这个就有一些算法去分析了 对吧 怎么去进行这样本的 进行一些分析 那就有一些算法 各种算法怎么去做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监督学习 无监督学习 我们重点呢 还是监督学习里面 那监督学习分为分类回归标注 他这个标注呢 我们不做要求 这个标注不做要求 其实他的应用非常窄 而且呢 有很多现在的这些 这个比较好的库啊 或者宽价已经做得非常好 你没必要说自己去调这个东西 算法应用 那我们重点关注是什么 分类和回归 那分类和回归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数据类型 是什么 离散类型和连续类型 那分类应该对应的是什么 数据类型 离散行吗 那回归呢 就是连续型 回归就相当于是预测一个具体的啊 你这个值是多少 分类就相当于是 我这个样本属于哪个类别 这个样本属于哪个类别 是不是一个分类过程 那离散型连续型 我们再来想一下 我们现实生活中 是不是所有的数据都是这两种 能理解什么意思吧 限制生活中是不是要么就是离散型 要么就是连续型嘛 那所以我们是不是分类回归 是不是把所有的 限制企业当中或者现实生活中的所有问题 是不是都包含进去了 只要你的目标值 只要你的目标值 注意到目标值是分类啊 这里我们要写一下 这地方应该是目标值啊 目标值的是一个离散和连续啊 目标值 这是目标值 那也说你的目标值是一个离散型的 就是分类问题 连续型的就是回归问题 那限制生活中是不是数据都是这样续成的吧 所以我们这只要是分类和回归 是把所有的问题都盖过进去了 只要你公司拿了数据 你可以看到他目的想要做什么事情 是不是你就可以看一下 他目标预测的是什么东西啊 一个是离散的连续 是不是你对应的用分类的算法 和回归算法去解决就行了吧 好 那么分类里面我们要讲到哪些算法呢 这个后面都会说的 简单读一遍啊 KG0BS 这里面会讲一下这些区别啊 普世BS 决策数与随机森林 逻辑回归神经网络 当然这里面呢 后面我们会对比啊 神经网络 他的一些效果会怎么样 还有回归呢 我们讲到线性回归 令回归啊 这就是回归的算法 那有这些算法 那学这些算法呢 其实已经够了 对吧 大多数算法的应用产品 都是非常广泛的 还有一个叫无监督学习 非监督学习 就是巨类 KMIS 好 那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这些算法 那算法的分类已经知道了 对吧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算法的分类 简单的继续往后看 监督学习和无监督学习 一个分类的依据是什么 就是分类和回归 无监督是不是巨类啊 那里面这个特点是输入数据 有特征值 有标签值 就有标 有标准的 是不是就是监督学习啊 没有标准的 什么目标值都没有 是不是就是无监督学习啊 这个非常简单 只要看数据的构成就行了 那这里面有一些监督学习的组成啊 比如说监督学习 它里面有什么回归 有分类 对吧 这我就不详细说了啊 然后无监督学习 就是你们的里面只有特征值组成 好 那然后看一下 分类呢 其实是监督学习里面的一个核心问题 注意了 这里我们只看一点 最基础的是什么 二分类 有没有一分类问题啊 没有 你一个类别还要分为什么类啊 对吧 所以没有一分类问题 对吧 只有最基本的二分类问题 两个类别 就是说两个类别 好 这就是分类 对吧 那分类的一些应用呢 其实应用啊 都举不完 对吧 举例子肯定是举不完 因为不同的公司 你的需求是不一样 对吧 你有的公司想要做这个 有的公司想要做那个 是不是 你的公司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 你要对客户分类 你要对你这个产品分类 你要对这个预测的这个类 这个比如说这个贷款额度 进行预测 你的票盘去预测 对吧 这都是应用产品吧 各样的应用产品 都是可以的 这里我们就不举例子 对吧 好 那这是监督学习 那非监督学习 回归呢 就是输出这是连续型的值 那连续型的值呢 有很多 对吧 预测价格 预测金融的一些股票啊 预测这些东西 这个我们后面都会提啊 好 那这是一些应用啊 简单一些应用 到时候我们讲的这个具体的 这个算法的时候都会说 有哪一些具体的类别应用 那简单我们来看一下 说一下他具体的这个问题 类别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要预测 明天的天气温度是多少度 那应该是一个什么问题 连续型的数据 那也就说一个回归问题吧 预测明天是晴天阴天 还是旅天是一个什么 分类问题 人员的零零预测 其实你可以当做一个回归问题 对吧 因为这个很多软件 你也看到 25.6 其实并不影响你去认知 这个人的一个年龄是多少啊 对吧 这个你可以去看一下啊 那人领识别 是不是相当于是 有没有这个人 判断什么 是不是一个分类问题啊 对吧 好 那这是我们举的这个 监督学习 非监督学习 它的一个算法的一个类别 以及有哪一些算法 这就是我们判定一句 那接下来我们讲的一个重点 就是什么呢 机器学习的开发流程是什么呀 我们先不看这个 课件上的这个流程 那我们自己先看一下 这个是很多同学应该有疑问的 对啊 整个开发流程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啊 第一个还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数据啊 就是你公司的这个数据 对吧 这个数据呢 一般我们分为这几种情况 是什么呢 第一个 你说你公司本身就你这个业务 是有数据的 那理解吧 你公司本身就有 对吧 本身就有这个数据 有数据的 那你就不用再去其他地方 都去找数据 对吧 那如果说你公司没有 或者你公司想要做这样的一个业务 有可能他相对于是给别人去做 相对于是给别人去做一下 这样一个用机器学习做这样的一个程序 那他有可能是合作出来的数据 合作过来 这个是比较多啊 这个合作过来的数据啊 占大多数 合作过来的数据呢 是占大多数的啊 这个是占大多数 一般你企业当中啊 如果说自己没有数据 他一般都是合作过来数据 那么这一合作呢 我举个例子 就之前呢 在这个北京的有一个学生呢 他做的啊 就当然是自然源处理方向 那么他的这个方向里面的数据呢 他分析这个 他做的是情感分析 那么情感分析的数据呢 其实他是获取的 跟这个银行的合作的 那他里面都是银行的这些评论的信息 去给他的能力 这也说这个信 这个数据呢 有可能是通过合作过来 对吧 好 那么有的说这个数据呢 如果说你有的公司啊 想做业务啊 有的数据呢 他是买过来的 都有可能 购买的数据 当然这个很少 一般很少的公司去购买数据 对吧 这也是我们数据的一般啊 就是这样一个组成部分 对吧 当然你数据公司没有数据 那你还进行继续学习 分析个分析什么啊 对吧 所以这些数据 要么就爬虫 你自己去生成这些数据 当然这个爬虫爬数据不一定准确 因为你要爬什么数据特征啊 爬什么东西 是不是你要定好吗 对吧 这一般都是你公司自己去定 不用你去操劳的事情 对吧 这个数据是交给爬虫啊 或者交给一些其他的人去干的 对吧 好 那么数据拿来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要讲的了 数据我们基本上有这些方式的 数据拿来 我们说这个数据原始数据 直接写个原始数据 你拿来直接就去说 胡乱的 把这个算法里面 各种算法就用一遍吗 肯定不是 对吧 首先一定要了解你这个单前业务要做什么 就是明确公司或者明确问题做什么 这个问题做什么 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什么 就相当于是一个建立模型的过程 当然不是什么数学中的建模 对吧 其实就是一个建立模型的类别啊 建立模型的过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拿的这个数据到底你想做分类问题 还是在做回归问题 还是做什么 剧类这些非监督选据算法 你一定要明确吧 你拿到这个拿的数据 你现在想要做的事情都不知道 那你这个拿什么算法 是不是就不清楚了 对吧 所以第一个建立模型 其实就是什么 根据数据类型吧 根据数据类型 注意了 这个数据类型是什么 目标值当中的吧 能理解吗 这个目标值类型是 这个数据类型划分 模型种类 这个模型种类 等会解释啊 模型种类其实划分算应用吧 划分你的这个解决问题的应用的种类啊 那所以第一步是不是要考虑这个事情 对吧 你拿到这个数据 你肯定第一步的事情啊 你老大 你要做什么事情啊 对吧 肯定要知道 那当你知道这个事情 知道是要做什么之后 那你接下来 如果说你要需要去做一些数据 基本的处理 比如说用Pandas 去做一些缺失值啊 去做一些其他的这个数据 把它这个合并啊 表合并啊 是不是要做这些事情吗 哎 所以这个值基本上就说一般的我们PT对吧 PT去处理那数据 当然这个处理不限于啊 不限于这些处理 对吧 比如说你这个缺失值对吧 一般都是在这里去做的 或者说一些合并啊 表啊 等等啊 等等 还有很多对吧 很多的这个处理方式啊 PT里面 那是不是首先你第一步 要做一个数据基本的处理啊 数据的基本处理 好 这个处理有很多方式 哎 到后面呢 我们会有案例呢 有的你怎么处理 对吧 合并表态是什么呢 第二步 哎 这是我们的第二步 一般第二步 有可能数据比较好的话 你要不要去做啊 就不用去做了 对吧 好 那做完了之后还是一样 你直接用算法吗 不是 第三步就是我们重点 叫什么 特征工程 特征工程主要是在做什么事情 是不是你在这些做对特征进行处理啊 是不是进行特征处理啊 那这些特征处理就有很多了吧 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 你要么是筛选一些特征 有的特征要不要要 对吧 那你有的特征要不要去删除 要不要去保留下来 是不是都要考虑的 对吧 影响你最终的一个结果 那么还有是吧 比如说你这个特征 你要进行标准化呀 规刑化呀 你这个算法要用 是不是这些东西是都需要考虑的吧 还有你如果说数字都是本本本 你是不是都要去进行一个转化 所以这特征工程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它主要呢是对特征进行处理 对吧 那这个处理我们说了 这个不仅仅说我在这里做完了 直接就可以做了 好那先我们知道 假如说你现在已经做完了 对吧 特征工程做完了 那接下来干什么呢 你就要去干嘛 找算法了吧 对吧 你问题已经明确了 是不是 分类问题 你是不是找对应的算法去解决呀 分类问题 回归问题 是不是用回归问题 相说点算法去解决啊 哎那接着这是第四步 就是算法去 找到合适的算法去进行 我们就直接预测了 对吧 或者预测啊 或者进行分析都可以 那这里面我们用的对吧 哎就是算法了吧 啊 那我们可以称之为算法 那什么是模型呢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直接说了 这个模型啊 能直接说理解说 他就是某个算法吗 肯定是不行的 他是需要加上你的什么数据 哎 加上你的这刚才处理好数据 是不是 我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称之为模型 不管你是 他当然是非常抽象的 不是不像我们这个外国 对吧 有个界面可以看 这个是模型是什么 对吧 他就是相对于是 这个算法 哎 输入你这个数据 他得出了这些结论 或者说他有一些参数 调整好了 这个东西就称之为模型 你就这个模型是不是就可以预测东西了 哎 这就是模型 没必要去纠结这个模型 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没必要去纠结 他就是你算法加数据得出来个东西 没理解吧 好 那当你去使用合适的算法 对吧 去进行预测 那也有可能你这个机器预测 或者你这个程序预测结果不好啊 是不是啊 那所以你应该有一个模型的什么评估的过程 你要知道你这个结果好不好 不能说我拿着某个算法 直接建立模型的好了 那我预测结果 我都不管我预测准不准确 直接拿上线去使用 可以吗 不可以 所以你要有一个什么 哎 你老大比如说 你把我的准确率提高到95% 我才能上线 或者才能把这个东西提供给别人用 那所以你一直要做的是什么 是不断提高这个东西吧 所以你的模型的评估呢 就是先判定你这个效果怎么样 对吧 判定效果怎么样 如果说你的效果好了之后 那是不是就可以去进行后续的做了吧 哎 我们从上往下的一个过程啊 是从上往下的一个过程 你就可以直接上线使用 那么这里就有同学预问了 对吧 这个上线使用一般是怎么去做 对吧 上线使用 一般的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以API形式提供 提供啊 或者如果说你是一个框架的话 你可以就说这个框架就运行在那 对吧 或者说你这个框架提供了接口 简单了 他就可以使用你这个接口 传数据进去 是不是就得出结果 对吧 一般的是以API形式提供的 那当你这个上线 如果说我模型屁股没有成功 怎么办 没有成功 那你这现在说 我换算法 是不是也可以啊 换一个算法做 这也是啊 这也是解决办法之一 换算法 如果说你没有成功 我们反过头来啊 反过头来 如果说你这个模型评估 没有合格 那就注意啊 你还要得继续做事情 没有合格 那要做什么 第一步啊 有可能你是要换算法 换算法做 有可能这个算法 有可能这个算法就不适合在这个单前应用产品去用 对吧 你就换别的比较好的算法去用 哎 那你算法里面 当然一种算法 不可能说这个都解决 对吧 它里面会有一些参数的 这个我后面会说 那参数调整 是不是你的算法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啊 那换算法 当然比如说你已经换了一个比较好的算法了 那结果还是不行 怎么办 哎 其实就是啊 当然说啊 这个调算数已经调好了啊 你是不是就可以考虑做特征工程上面再做一些处理啊 你就会想到 是不是我在收集这些特征 或者在准备这些特征的时候 有些特征是不是会影响 特征数量是不是大了 特征里面有一些这个特征那个都是相同的 是不是都可以去考虑啊 所以这个部分呢 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能理解吧 这个地方是循环的这个过程啊 当你这个结果不好 你肯定还要做的就是特征 那这个特征工程啊 并不局限我们今天讲的 你可以再什么 加一些特征进来 是不是可以啊 哪些影响因素的 你可以把它加进来吧 这个特征加一个特征 或者把这个特征删除的 然后做一些相定处理 这都是你要考虑的事情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机器学习开发的整个流程 当然这整个过程呢 我们可以使用不同的库啊 不同关架啊 不同算法去进行解决 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 明确你当前公司是要做什么事情 你理解吧 一定要明确你做什么事情 你才能定义好 你用什么算法去做吧 分类回归还是居类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 机器学习 这样一个开发的流程 是什么样子的 好 那么今天的课程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